馬爾谷呼音 是跟隨耶穌的人出去 到處宣講 不過馬爾谷呼音 不單止是一本文學的著作 或者一個很有名的人的傳記 好像耶穌那樣 不僅如此 而是真的要去傳這個喜訊 傳這個福音 所以馬爾谷呼音作者 是希望我們出去,到處宣講 馬爾谷呼音自己也是 所以我們今天 雖然我們寫慶祝聖史馬爾谷 不過你在《集討經》裡也看到 他說 天主你曾經召善聖史馬爾谷呼音 所以馬爾谷呼音不單止是一個作者而言 都是一個福傳者 教會相信在教會傳統的教導說 後來馬爾谷最後去到埃及 建立了阿力山大尼亞 就是埃及一個最大的城市 在那裡開始有基督徒的團體 馬爾谷呼音不單止是一個福傳者 其實是一個福傳者 一個傳教士 其實是有一個成長的過程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知道在中途大事録裡面 很早的時候第一次 保錄跟他的好朋友 巴爾立伯一起出去傳福音 帶著馬爾谷 因為馬爾谷是巴爾立伯的表弟 一起去 但是去到途中的時候 塞浦路斯 馬爾谷竟然回頭 不再去 中途大事録沒有說為什麼 是否因為 例如好像《百刀六前書》也要說 我們做基督徒的需要有謙卑 都需要醒悟 是否當時年青的米谷 不夠謙卑呢 不願意吃苦呢 太多掛淚呢 經不起考驗呢 我們不太知道 不過當第二次 保錄再去福傳的時候 和巴爾立伯一起去的時候 巴爾立伯當然想帶著自己的表弟 但是保錄不肯 甚至跟巴爾立伯分道揚標 所以你可以看到 保錄是對馬爾谷 這個年青人 是覺得有些問題 第一次的時候 有些問題 為什麼你中途走了 不夠資格 你不要跟我一起去 會不會在馬爾谷這裏 都是一方面好像打擊一樣 但是都是他成長的一個契機 因為福傳不只是你出去而已 其實馬爾谷年青的時候 他也有出去的 不過原來第一件事是首先 離開自己 就是要對主有信心 他說他們出去到處宣講 主與他們合作 用奇蹟相隨 是主證實他們全的道理 不是我們有多聰明 我們講的道理 我們做的工作 最後要相信是主洗紅我 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出去才有成果 所以這個出去傳福音 不只是我走出去 不只是單單地理上的出去 更加是心理上的 在靈性上的 我記得很多年前 就剛剛星辰部沒多久了 都在一個唐區 就跟那些教友一起合作 就搞了一些福傳的活動 要宣傳嘛 於是就弄了一些單張 最容易啦 上街派單張啦 然後呢 就去一些屋邨 那些樓以前可以的 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你進去 全部都有看間了 有些格在那裡 以前可以的 上去拍門 我自己帶著兄弟姊妹一起 上街派傳單 去拍門 我還記得印象很深的是 原來很害怕的 很害怕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不單止 你去拍門 不知道誰開門 而是因為我是神父 很多教友在看著你 那你要怎樣呢 你做了什麼的樣子出來給人看呢 自己裡面有一份很大的壓力 那我應該做得比他們好 是不是 我應該呢 就是 人家聽我說 應該有效多一點 今天回頭看 其實真的 我是出了去 人出了去 但是心沒有出去 沒有將自己交到天主的手裡 我去做宣講的工作 但是宣講的成果呢 是屬於天主的 自己沒有這份交託呢 在這裡就擔心自己的表現 這樣呢 這個不是複存 馬爾谷都隨著他的信仰 一路成長 到最後我們看回 白多禄前書 馬爾谷的名字在這裡出現 不單止出現 還說是 我兒馬爾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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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為初期的教會盡了很大的力量 陪伴在伯多禄 另外後來我們知道 寶禄也有 寶禄在帝國德後書也有提及他的名字 所以馬役曲 大家都算是將功贖罪 還寫了福音 在這裡 等到聽取上主 通過馬役曲福音裡 給我們邀請出去傳教 豆腐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